台積電的認證標股 那今天跟大家公開就是 做資料的時候 漲到104剛剛都不止 剛剛都已經量成漲了吧 100跌到50 50漲回100 跌的時候是5成 漲的時候是1倍 我一直強調 你不要不要去小看 台積電供應鏈的威力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股市達人 那麼今天盤中 最多漲428點 那目前錄音的時間12點56分 上漲加速慢慢收斂到243點 那當然其中 台電的表現還是蠻重要的 因為早盤開高最高的948 目前打回到平盤附近 剩下小漲2元 是指數今天稍微壓回的 主要的因素 但我的看法其實都沒有改變 台積電我的結論就是說 月線以下你可以放膽買 但是如果說你買在800多900出的 如果未來短線漲到超過月線的部分 你可以把低檔買的先調整一些掉 那就來回做 那如果說可以穿越月線 你賣一些回到月接近季線 這條季線大概是921塊附近 它又是一個短線相當不錯的買點 當然人家剛剛公佈7月份的運售 大增23% 創歷史的新高 就代表它的法說 一向都很準 它告訴你第三季成長 基本上不會有太大的trouble 再來包含AI的部分 跟Apple的手機的晶片 都進入到一個出貨的旺季 所以可以預期的8月份9月份的業績 大概又是一路想上 那外資對它的目標價也都沒有改變了 1300的1400的 我記得1500的都有 所以說就比較短線的角度 如果說你買在800多900出頭的 超過月線 你可以短跑一些 然後做一個來回操作 它可能短線月線季線這邊 搞不好會稍微震檔一下 但是如果你是那種 可以堅決抱得住不受影響的 我相信1080早晚還是要來 那是多久我不敢說 但是等到下一次再過1080 maybe就11001200的時候 那時候你會賺得更多 所以台電我相信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原來是台股最強勢的股票 那當然台電強 周邊的廠商沒有一家是弱的 比如說今天什麼3583的新雲 今天股價也大漲 6187的萬潤 今天股價也是大漲 313的紅素 雖然說早盤開高之後翻黑 但是人家這一波不但沒有跌到 還逆勢創新高 今天早上來到1725塊才拉回 相關供應鏈強到一個不行 所以我想台電的供應鏈 還是重點中的重點 然後我也說只要台積電好 因為今天你AI晶片 如果說你經過台電的 把晶片做出來 再經過他自己的先進封裝 做好之後 不是做完之後就直接交貨 雖然之後還要經過晶片的測試 所以目前GB100 GH100的NVIDIA的獨家測試廠商 我一直強調就是晶圓電了 所以所有的AI晶片 台積電做完 都要經過晶圓電的測試才能出貨 也就是說台電生意好 晶圓電生意就一定跟著好 台電股價漲 晶圓電可能漲得更多 所以禮拜五的晶圓電漲停板 來到113.5元 今天股價再度大漲6.2%來到120.5元 那現在幾乎呈現一個V型的反轉 這一波最高從139除息之後配3.2元 一路打到最低的189.1元 到今天最高漲到120.5元 幾乎已經漲了30幾塊上來 這就是標準的V型反轉 因為離高點只差10幾塊 標準的V型反轉 一點都不意外 外資呢 最新報告就表示說NVIDIA的營收 第三季這一塊NVIDIA的業績就會成長50% 因為你不要想說 什麼GB200明年第四季才會放量 我一直告訴你這個是事實 原本第四季會有量 但是真的大量是在明年的第四季 但不代表GB200 他比較晚放量 前面舊的產品就賣得不好 還是非常好 你去看廣達最新的法說 他怎麼講的 因為我的盤中的解盤 我就有提到 人家就說 今年AI伺服器的部分 要成長三位數字 他說整個AI伺服器的需求 可以說出乎意料的強勁 代表GB200 他說有沒有延遲 他不予置評 他說對他來講沒有任何的影響 為什麼 因為你最新的還沒出 你舊的需求還是非常的強 GH100 GB100 比較低階的需求量還是大增 慢慢慢慢的新的出來 舊的才會慢慢降下去 所以所有供應鏈 其實不受影響 除了水冷GB200 真的是需要水冷 前面的都是氣冷 有影響的是水冷的元件 至於其他的05件其實都一樣 只要成長都是大好 所以金銀電來說的話 NVIDIA的貢獻第三季成長5成 第四季會更好 因為第四季就在現在這個月8月份 陸續新的機台陸續都進來 以我跟坦業界的朋友 我都會很深入的 不是只是說聽一些 比如說公司派的說法 或者是比如說聽同業的消息 那時候是是而非的消息很多 有時候公司會講的 故意講太過樂觀 或者故意講太過悲觀 那你要去從產業界 從供應鏈中去探索 或者從產業鏈中去了解 我從產業界的朋友去了解說 像這種測試機台 以他以前的經驗 今天進來調整一下 明天就可以上線 就可以開始就可以運作了 所以也就是8月進機台 來8月份你就會看到營收 9月份完整的營收 整個貢獻度就會上來 第四季會更明顯 所以外資推估今年的 金元電的獲利是8塊2 而且它是NVIDIA 目前是GB100 GH100的獨家測試商場 全球獨家 到明年第四季 今年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開始GB200放量的時候 那個測試時間長達兩到三倍 它也是獨家 到時候受惠最大就是金元電 所以我才會說 沒有那種台電好金元電不好 基本上他們就是從在晶片的最上游這一段 所以他們業績後面成長態勢是非常強勢的 所以從139跌下來 今天漲到120塊半黃雲圈支123.7 說真的離高點真的很接近 到這個速度要不了兩三天 其實我相信所有人不只解套 而且大概都會進入到一個賺錢的狀態 因為賺8塊2本億比20倍 我相信股價還有很大的空間 然後台電的供應電還有這一檔 上個禮拜我說的台積電的認證標股 複習一下 股價重挫43% 7月營收成長5% 創8個月的新高 今年佔台電的這個產品的比重大概5% 明年會佔他的比重大概40% 獲利會大幅度上丘 我說股價只有九十幾塊 那今天跟大家公開就是2486的一拳 做資料的時候漲到104 剛剛都不止 剛剛都已經亮燈漲停板 剛剛一度都亮燈漲停板 大概106塊 禮拜五的收盤是96.7 所以我都沒有跟你亂講 股價九十幾塊錢 那空間是大概有一兩百%空間 為什麼這麼看好 第一就像我的標題說的 它叫台積電認證 它的產品是什麼拿到台電認證 它的均熱片的產品拿到台積電的認證 那台電的COLOS封裝有三種規格 COLOS R COLOS S COLOS跟L的三種規格 那所有的COLOS封裝裡面 晶片跟封裝中間要有一個散熱片 叫做均熱片 簡單的講 就是說這個均熱片 就是把熱分散掉 平均分散 讓你熱能不要集中在一兩個點 太集中太燙 那個封裝就燒掉了 那個整個晶片就燒掉了 那你整個伺服器就掛掉了 所以這個均熱片也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品質要求很高 過去幾乎由一家公司 就是獨佔叫3653的建設 那現在的股價大概1080 這一波最高1335 今年大概賺22塊 給你算1100塊錢的價位 本益比大概是50倍 因為人家的技術門檻高 它幾乎又是寡占獨占 接近獨占台積電的供應鏈 所以市長給它50倍的本益比 那現在情況不一樣了 依權的產品也拿到台電認證 所以目前慢慢慢慢正在加大出貨量 因為產能也要慢慢擴增上來 7月份零收增加5.2% 表現還不錯 那目前佔台積電的均熱片的比重 大概只有5% 其他都是建設 大概95%比5% 但是明年的部分 目標上看40% 也就是說建設明年跟依權比 可能就變成6比4 現在是95比5 明年變6比4 所以建設它就會被打破 那個壟斷的一個態勢 那因為其實廠商都這樣子 比如說Apple也好 台電也好 他們都不希望有 一家公運商獨佔 他們不希望 他們都希望有 Second Source 或者第三第四家的公運商 因為公運商越多 越穩定 越不容易出包 同時價格上 也可以跟人家砍價格 價格才不會那麼硬 所以明年一拳 有機會就是說 打破建設的熔斷 那它的佔比 有機會上下四成 而且上禮拜的法說 也提到鷹產品 那金布的鷹 這個部分大家可能比較少見 簡單的講 那散熱效能更高 製程難度也更高 產品更貴 法說以提到 就是說這部分也通過了客戶認證 那它就沒有說是誰的認證 那我們認為 那不就主要客戶就是台積電嗎 那明年這一塊要擴產三倍 營收比要從17%拉升到三成 那這一塊它就是跑得比建設來得更快 所以以此推估明年獲利應該是6到7塊錢起跳 那好玩的是6到7塊多不多 建設本益比是50倍 因為當初幾乎是它壟斷 那如果說到明年它賺6到7塊錢 去比價建設的50倍本益比的話 就回過頭來 這個就是我說的 這個股價呢 為什麼說會有200到300元的機會 當然我們不是不能給目標價 我只能說就本益比的角度來說的話 這是合理的 這是合理的 比價建設的空間非常非常大 所以今天的股價的漲停板 其實代表就是我們的佈局都非常精準 非常非常的精準 而且這一波是從151塊半跌下來 跌到最低點86塊4 整整打下來跌了43% 你要知道 100塊跌到50叫做跌5成 從50漲回到100可以漲一倍 100跌到50 50漲回100 跌的時候是5成漲的時候是一倍 所以當你低檔進場的時候呢 後面賺錢空間是非常非常大 而且我一直強調 你不要去小看台積電供應鏈的威力 可以拿到台積電認證的 都是最強的公司 股價漲起來也都會很兇很兇 所以今天確實股價就量增漲停板 恭喜會員禮拜五買的全部都開始打轉 然後禮拜五還有買3450的聯軍 盤中最高130漲6.1% 這也來到反線的反彈的新高 而且股價就快要穿過月線 那為什麼這麼看好聯軍呢 因為其實台電的生意很大的一部分 來自於AI的需求 那現在各個廠商AI的資料中心 不斷的在擴增當中 資料中心都需要非常龐大的 400G或者800G的光通訊的元件 所以光通訊這一塊的需求一直上來 那聯軍這一塊他就受惠 所以其餘營收大增19% 是所有光通訊營收都已經公告了 其餘營收表現最強的公司 所以今天股價表現強 他也是自然有他的道理 所以這個就是我說的 我們堅持帶大家買的 都是數字水強的金蘋果 然後客戶有甲骨文的400G的產品 MARVE有800G的產品 都在7月份開始正式拉貨 進入旺季才剛剛拉貨 營收就漲19% 創下歷史的次高 後面的營收旺季 我估計營收在年底前 有機會一路創新高 所以前面光通訊最強的是 6442的光盛 股價一路從不到100塊錢 漲到558塊 但是他的7月營收稍微回落一點 因為這個營收已經成長太多了 稍微回落一點 代表營收高峰maybe已經過去 所以再來聯軍營收才剛剛開始 要大舉跳升上去 所以再來整個光通訊的 最強勢的龍頭指標股 我認為極有可能之前是光盛 再來會變成聯軍 所以今天早盤股價的一個新高 代表我們上禮拜四買的 在今天也全部都進入到 一個獲利的狀態 所以上禮拜我們佈局的 都是這一些 就是最強的新的趨勢的金平股 再來機器人相關 也是8月份的重點佈局 上禮拜買的還有2464的盟利 這已經不曉得第幾次買進 早盤最高84.7%漲7.4% 那目前股價還可以 維持在80幾塊錢 也創了一個短線的新高 來到月限之上 遭遇短線小小的賣壓 我相信這個洗一下就會過去 雖然說小減1% 這個可以接受 大概就是維持平盤 那年底前呢 因為半導體的設備 含有自動化設備 半導體相關設備 機器人的手臂 以及轉投資的蒙英的 血波減速器的部分 都進入出貨的旺季 三大產品出貨都很旺 以公司的給的預測 這個年底前每個月的營收 最高峰有機會來到 大概10億的一個水準 那10億多不多 以現在來說 營收大概剛從4億5億 跳到6億多而已 然後7月份大概是 大概6.5億左右 到年底前每個月 有機會上開10億的營收 這是非常強勁的成長 所以股價這一波 也是從98.5元打下來 現在幾乎都呈現V轉 已經來到84.7元 我相信再來要漲回到高點 比這些股票的業績趨勢 應該都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IP股目前就是三檔 經理科連續三根漲停板 也早上繼續往上 最高來到280.5元 最高大概漲了4.4% 目前股價就維持在 大概小漲的格局 那這邊我就說 近代PCIe的新的客戶的好消息 因為今年應該是6月份的法說 股東會兼法說 就提到PCIe的部分 客戶不是只有一個 其中已經簽了一個 是第四季要開案 目前在做前期測試 只要第四季開案 業績就會整個關進來 第二個客戶最近也有機會 簽進來 只要簽進來的話 我相信股價不會只是 漲回到426的高點 更前面高點是570 我相信都有機會突破 所以這邊我們就死不虛報 近代PCIe的好消息 安國7月份營收增加7.46% 全力金就是Intel的 AI加速器的全力金 開始陸續在路上當中 然後最新的神盾也公布7月份營收 增加14% 因為我說Intel裁員 這好像裁員兩成 裁員的幅度非常大 所以未來其實他已經沒有太多的 自己的研發的能量 包含什麼3奈米2奈米4奈米5奈米 其實他的研發能力都已經不夠了 所以他會加速外包 所以外包部分 神盾就是跟安國一起拿到 AI加速器的外包訂單 明年神盾獲利商量20到25塊 未來他要轉型成像力旺跟M31的純IP股 前兩檔本益比最高的時候100倍 那如果明年神盾要賺2025塊的話 不要說100倍啦 光是50倍股價就可以漲很多很多 所以IB股目前最看好的還是這三家公司 然後今天當然最強勢的 是我們上個禮拜重點佈局 買最多的2486的一拳 就是我說的台積電的認證表股 台積電的一個供應商的威力是非常強大 所以我就說你不要去輕忽台積電的供應鏈的威力 因為6640的均華 這一波最高漲到901 如果你把時間拉長在一年以前 他的股價其實曾經只有大概90塊錢都 90塊錢都不到 這一年多以前股價時間90塊錢都不到 是從大概90塊錢漲上來 真正漲10倍 就是因為人家陸續受到了台積電的認可 拿到認證 除了在今年慢慢拉升上去 隨著Coors的封裝的這個趨勢 整個大爆發之後 股價就漲10倍 未來一拳也是啊 未來不是只有建設獨佔寡佔 一拳極起直追 未來發展大有可畏 會變成建設第二 當然除了一拳之外 我們還準備一檔 全新的台積電的HBM的設備標股 因為你要知道說 明年台積電 他在法說有提到說 明年Coors的產能要再翻倍 再增加一倍 當然有一些是外包 但是整體要再翻倍 那不是只有台電的產能要翻倍 對於高頻關機體HBM的需求也要翻倍 那相關的公司的設備 要不要跟著擴增設備 要嘛 所以HBM的需求也跟著Coors的產能翻倍 HBM需求也要翻倍 HBM的相關設備廠的業績 就跟著水漲船高 所以我們鎖定一檔全新的HBM的設備標股 也是台電認證的 要出貨給台電相關的供應商 股價目前只有70幾塊 年底上看150到200 也是超過100%的空間 還是老話一句 不要去小看台積電供應鏈的威力 這個真的是台股主流中的主流 所以如果說你當個禮拜 你真的沒有跟上 我們2486佈局好幾天的一拳 最新的你不要再錯過了 搜尋小鼠S168178 或者掃QR Code 加入職場式的LINE 只要在LINE中留言888 或者YT也OK啦 留言888加上手機號碼 可以讓我們聯絡得到人 在明天前30個名額 我就帶你佈局最新台積電 HBM的設備標股 這是不能錯過的全新標股 請大家好好把握機會 祝大家超順利 明天再見 MING PAO CANADA